第五十一集 晚上十点 楚华大学东家属区 焦家 焦爸和焦妈都没睡觉 毕竟这是自家猫好不容易回来之后 第一次被带出远门 就算知道有魏灵看着 但心里还是不放心 打个电话来说明一下也行啊 正想着 卧房的电话响了 离电话近的焦爸快速伸手接起 只是 在接通的那一刹那 从听筒那边传过来的一声声标志性的 凹乌哇拉锯式的嚎叫 让正准备问出一连串问题的焦家夫妇沉默了一会儿 等听筒里变得安静下来 焦爸问道 那边怎么回事 黑炭喝醉了 现在正好着呢 我在洗手间 这里安静一些 那边魏灵说道 你们给他喝酒 焦妈气道 焦妈还准备过来抢电话说几句 被焦爸安抚住了 问一下那边的具体情况 魏灵简单说了一下之后 走出洗手间 来到沙发旁 让龙旗将音响设备关掉 然后将电话往正干嚎着的正探旁边放了放 听着那边去掉了背景音的嚎叫 这让焦爸确定 确实是自家猫没错 而且还精神得很 中气十足的 只是 相比起以前 自家猫这次吼得更惊悚 更肆无忌惮 成一发不可收拾之事 而已 黑炭 焦妈将电话抢过来 叫了几声 正探正嚎着 感觉有些奇怪 没伴奏了 安静了不少 然后又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声音 嚎声变小 黑炭不回来了吗 是小柚子 妈 黑炭去干什么了 这个是焦远 俩孩子都没睡着 听到家里电话响 就立刻踢开被子爬起来 捏手捏脚走到家长房门前贴着耳朵听 确定是关于自家猫的 就敲门进来了 他们的声音也通过电话传到正探的耳朵里 但正探依然能听得到 乖 去睡吧 黑炭在跟人K哥 焦霸对他们说道 这边 正探歪着头 用混沌的脑子撕亮了一会儿 对 自己现在已经没流浪了 累了还可以回家 那个不大的院子 老旧的楼房 有些拥挤的楼顶小房屋 这么一想 心情也突然变好了 卫灵和龙奇就看着沙发上那只猫停下吼叫 然后猛地再次吼起来 变得激昂了 那跨越两个八度却半点不再吊上又吼的歇斯底里的赏音 让卫灵和龙奇想撞墙 他们现在无比羡慕已经喝醉睡过去的阿金 那样就不用忍受这种煎熬 没开设备 没配乐 麦克风没起作用 这猫还能好得这么起劲 为此 卫灵和龙奇心里同时做下决定 以后绝对不能给这只猫喝酒 自作孽 不可活 卫灵想出门清静一会儿 又怕证探做出点什么意外的事情 既然答应了交加的人 就得看着 而龙奇 几次上去想将证探抱在怀里的麦克风拿出来 想着没麦克风 这猫估计就不会好了 但手还没碰到麦克风都被挠了 没挠到手 受摧残的是衣袖 这刚买没两天的西装 袖子就被猫挠出几个破洞 想溜出去还被魏灵拉着 说什么同甘共苦 共苦你妹呀 当夜号办完事回来的时候 一开门就被那嚎叫声惊得止住了脚步 房内的隔音效果很好 以至于将门打开之后 瞬间造成了巨大的听觉反差 跟在夜号身后的人快速挡到前面 被夜号抬手指住 跟着夜号来这层楼的都是几个信得过的人 而一直跟在夜号身边的都是心腹 比如此刻挡在夜号身前的 是留着小瓶头的豹子 豹子只知道这里面一直都是魏灵的专用地 而且今天负责厂子的是龙骑 这两个人都不是会制造出这种噪音的人 至于刚才守门的人说的魏灵带过来的年轻小子 没见过 不好评论 不过 这种噪音也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 树豹子没想到正探 虽然守门的人也说了魏灵带过来一只猫 但他从来就没听过猫会发出这种声音 也没想过一只猫能够做出多么惊天地气鬼神的事情 剑夜号抬手 豹子也退到一边 但视线还是注意着里面 生怕突然窜出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来 随着门渐渐打开 房内传出来的声音响彻三楼的整个走廊 在走廊两头守着的人身上的汗毛嗖得立了起来 看了那边一眼 然后迅速收回视线 事关老大 他们还是不要好奇的好 夜号和豹子快速进门 然后将门关上 三楼的走廊顿时又安静了 仿佛刚才的嚎叫声没出现过一般 而三楼的人心里都在猜测 那间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夜号进门之后 第一眼就看到了这种嗓音的源头 沙发上躺坐着一只黑猫 坐姿跟人差不多 靠着沙发 怀里抱着话筒 还好龙旗将所有的音响设备都关掉了 不然刚才开门那一会儿传出去的声音更恐怖 得增加扩音和配音 沙发上还躺着一个人 估计是喝多睡过去了 这应该就是魏灵带进来的那个年轻的小子 至于魏灵 戴着个大耳机 坐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 一脸的便秘样 而龙旗 坐在角落那边 一只手肘搁在腿上 歪着头一手俯额 另一只手垂在身旁 拿着眼镜 袖子上很多被挠出来的洞和划痕 还有几处已经破了 对于龙旗这件新买不久的西装 豹子是知道的 听说还花了几千块钱 可是 今晚上这件西装算是报废了 龙旗捏了捏眉心 察觉到房间的门打开 抬头看过去 见到叶浩和豹子之后 龙旗简直像是见到亲爹似的 立刻从椅子上弹起 跑过去对叶浩道 浩哥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您处理吧 我去看看下面的场子 说着 龙旗就准备往外溜 被叶浩拎着衣领 重新拖进房内 现在叶浩还没搞清楚状况 但看魏灵和龙旗 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就知道现在的情况比较棘手 想溜 没那么容易 龙旗一脸无奈地将事情简单说了一下之后 豹子奇怪地问 他真喝了那么多久 我还没见过猫喝酒呢 现在见到了 龙旗朝沙发上的正探挪了挪嘴 叶浩没说什么 看向魏灵 魏灵只是瘫瘫手 表示自己也没办法 走到沙发前 叶浩看着面前的猫 他听到手下人汇报的时候就知道 魏灵带过来的肯定是这一只 因为被抓而导致 正探虽然罪得厉害 但自打流浪之后 警觉心就提高很多 从房门打开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有陌生的气息 所以豹得也有些心不在焉 现在一个陌生人走到跟前来 他就不得不重视了 停下号叫 正探看着面前的人 一人一猫对着瞪 叶浩是在打量面前的猫 而正探脑子不太清醒 警惕中还有些茫然 房内的噪声终于平息 几人心里都舒了一口气 这嚎叫声听着太神人 让人神经不自觉紧绷起来 现在安静下来后 感觉轻松多了 看着面前的人十几秒后 正探那点残存意识 确定面前这人自己不认识 将手上的麦克风朝那人一扔 翻了个身往旁边走 叶浩抬手抓住 抛过来的麦克风 心中诧异 这猫抛麦克风的力气不小 不像一般猫能够有的 这要是反应慢点的人 估计会被麦克风砸到 内骨子激情澎湃 和内心所有的感慨 发泄出去之后 静下来时 正探就感觉头昏昏沉沉的 想睡觉 最后那点点意识 让正探注意到魏玲在旁边 也知道魏玲答应了 焦妈要保证自己安全的事情 所以她知道 自己就算现在睡过去也可以 其他事情不用去管 有魏玲会收拾 另一个令正探不太爽的就是 原本准备睡觉了 但发现沙发上还躺着另外一个人 现在她根本就不记得阿金在这里 嗅了嗅 气味不算陌生 但也不算熟悉 确定不是交假的人 正探走过去 抬脚 踹 直接将躺在沙发上睡觉的阿金 给踹下沙发 然后沿着沙发走了一圈 躺到沙发正中间 调整了个姿势 让自己睡得更舒服些 房内一片寂静 被踹下沙发的阿金依然睡着 可能是因为地板上铺着地毯 没摔疼 就算摔疼了 阿金喝成这样 醒过来的可能性也很小 而房内包括卫灵在内的四人 则被正探的所谓震惊不已 卫灵知道这猫的力气 比一般的猫大 但也没想到会大成这样 直接就将阿金给踹下去了 就算是自己师父家那只 也不会这样吧 至于叶昊 龙骑和豹子三人 内心已经开始涌现各种猜测和想法 神仙 猫腰 腰孽 变种 还是某个特殊部门的秘密武器 这猫 叶昊指着横躺在沙发中间的黑猫 看向卫灵 卫灵摆摆手 有点特别而已 你们知道就行 别说出去了 这尼玛只算是有点特别吗 龙骑看看被踹到地板上的阿金 再看看自己的衣袖 后悔不已 早知道这猫有意 就不该那么盲目过去抢话筒 报废一件西装 叶昊拖过来一把椅子 点上一根烟 吸了两口 沉默一会儿 说道 你的意思是 那件事情可以让这只猫帮忙 有这个想法 魏灵点点头 从带着猫来夜楼 进这个包间 黑猫和龙骑那边的动静 魏灵都看在眼里 他将猫带过来 一个是确实希望这猫能够帮上忙 另一个就是 希望这猫能够跟龙骑等人多熟悉一下 这几个人都是魏灵信任的人 叶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 而豹子和龙骑是叶昊的心腹 很早就跟着叶昊了 如果双方能够熟悉 以后就算是这猫遇到麻烦 魏灵自己和何涛等人暂时不在楚华市 或者腾不开身帮忙的时候 也能找这些人应下急 毕竟是城市里 给猫造成麻烦的 大多时候都是人 如果能够让叶昊欠一个人情 这猫也能多一个庇护 不过具体行不行 这猫同不同意合作 得等他醒了之后再说 我已经跟他家里打电话了 今晚就让他在这睡 明天问问他的意思 魏灵道 如果是在今晚之前魏灵说这话 龙骑和豹子都不会相信 但现在他们都保持沉默 同时也对于魏灵口中所说的 跟这只猫谈合作的事情 还有魏灵抬头 面上比较严肃 关于这只猫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密 这我自然明白 叶昊侧了侧头 身后的豹子和龙骑也立刻到 我们知道的 灵哥 绝对不会说出去 嗯 魏灵恩了一声之后 将注意力放到躺地板上 睡得啥也不知道的阿金身上 摇摇头 对叶昊道 这个孩子跟那只猫挺有缘的 他们有个乐队 也都是些没成年的孩子 到时候让他们先来这里看看 熟悉一下 也学习一下吧 不用说得太具体 叶昊就知道魏灵的大致意思 行 龙骑 你到时候安排一下 好的 昊哥 龙骑答道 将事情说完 魏灵就转了话题 说起方三爷曼义的事情 所以说 跟这只猫扯上关系 对你们来说未必没有好处 想想韶光集团最近的动作 就应该知道 魏灵道 最近韶光集团的动作 确实很大 方三爷回归之后 跟很多人所预料的一样 每次回归都有大动作 龙骑将阿金带出房间 抱着手在房门外 房内除了谈论事情的 魏灵和夜号之外 就只有躺在沙发上 睡得沉沉的黑猫 第二天 正探醒过来的时候 摇了摇头 脑子还有点木木的 但是昨晚上的记忆 也慢慢回想起来 正探暗骂自己一句 昨晚上简直就像一个神经病 一个傻逼似的 真是悔形象啊 还好交加的人没有看到 不然肯定会认为自家猫疯了 喝酒后体内的蛋白质流失严重 夜号让人给准备了 很丰盛的早餐 魏灵和阿金坐在桌子前 阿金本来准备先去医院的 但龙骑说已经派人过去了 会帮着转院 并处理剩下的事情 阿金先吃早餐 不用太担心 正探站在桌子上 看到哪个 就让魏灵给弄点到面前的盘子里 魏灵觉得 现在这帽真的要成爷了 还得让人伺候着 吃完早餐 阿金要去看四个伙伴 正探也准备去瞧瞧 毕竟大家一起迈过唱 夜号并没有立刻就过来跟正探谈话 第二天也没有出现在夜楼 听说有事情先离开了 阿金他的几个伙伴 现在转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 比他们之前的小医院要好很多 也让他们能够接受更好的治疗 并不是他们伤得有多重 而是为了保证以后演奏的时候 不出现其他后遗症 到好点的医院 也能更有保障些 魏灵开着车 车后座上只有正探 阿金坐在副驾驶座 本来阿金准备坐后座的 但是他发现 自己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只黑猫了 他知道自己能够得到帮忙 是这只黑猫的关系 魏灵都已经直接说过了 就是看在这只黑猫的面子上帮他们一把 但是 阿金不明白 这不就只是一只猫吗 就算特别 那也仅仅只是一只猫而已吧 除了魏灵的态度 夜楼的那几个人也是 阿金回想了一下早上发生的事情 他们从夜楼出来时 碰到在一楼跟人谈话的龙奇 龙奇看到他和魏灵之后笑着打招呼 很正常 但看到黑猫之后 那表情就不那么自然了 阿金在外闯荡这么久 看人脸色这方面下过功夫 所以 即便龙奇那个表情只是一闪而逝 也还是被他注意到了 而对魏灵 阿金心里有些忌惮 昨天他是喝醉了 但还记得起来一些事情 魏灵从他嘴里套出了太多的话 甚至连其他四人的住院地址 病房号都套出来 虽然说魏灵并没有恶意 但阿金觉得自己还是不够警惕 昨天在夜楼太冲动了 尤其是看到东宫那边的演出的时候 一下子就放下戒心了 看来还需要磨练 至于那位方先生 魏灵告诉他 关于那位方先生的事情 以后不要跟其他人谈起 不然可能会惹祸上身 果然 都不是普通人呢 连猫都不是普通猫 停好车 魏灵拿出背包 拉开拉链抖了抖手里的包 然后看向正探 正探心里无奈 但也只能跳进包里 隆其已经将他们的病房号告知了 魏灵和阿金直接来到病房 并不是单人病房 每间病房里面都有四个床铺 不过 现在这间病房内 只有阿金的四个小伙伴 三个住院卧床 另一个守着的时候 也只能在剩余的那张病床上睡一觉 见到阿金进来 四人有很多问题想问 但碍于魏灵在场 没有问太多 他们到现在还纳闷 昨天晚上就有陌生人来过 只是今天早上 才告诉他们准备转院 折腾一番之后 来到这个新的医院 其他的事情都不用他们担心 有人已经处理好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经历过流浪生活的他们更是清楚 所以 对方的这些行为 更让四个人心里没底 就希望阿金快点回来 好让他们弄明白事情的缘由 而四人在听了阿金简单的讲述之后 不相信似的看着 从魏灵的背包里面爬出来的黑猫 这猫来头很大 不管来头大不大 他们能够住在这里 能够有机会进夜楼 学习那些助唱的技巧 即便只是在夜楼北区 对他们来说也是天大的好消息 原本他们还做好了各种最差的打算 甚至还准备收拾东西 乌溜溜回家的 没想到能够峰回路转 谁都希望一锦还乡 而不是落魄到近乎绝境之后 才逃回去 正探瞧了住院的这几个人一眼 躺并床上的三人 一个头上缠着绷带 一个脚上打着石膏 最后一个估计还有内伤 现在三人看着还挺精神 证明伤势确实不是很重 到酒吧唱个歌 还将自己整成这样 确实够倒霉的 不过这也是常试 跟酒吧的其他歌手起冲突 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阿金几个人在这里没靠山 也没其他认识的人 被欺负被排斥也不稀奇 第五十二集 正探过来只是看看这几个人 看完就跳进背包 示意卫玲可以离开医院了 卫玲离开时 拍了拍阿金的肩膀 年轻人还有很多需要学 记住以后别那么容易就被人套话了 阿金诧异 这样看来 卫玲其实明白做法欠托 但同时也给阿金上了一课 从医院出来 卫玲直接将正探送往楚华大学东家属区 再不将猫送回去 焦家的人意见肯定更大 这样的话 以后再想借猫带正探回去玩就是难了 不过 在前往楚华大学的路上 卫玲一边开车 也一边注意着后排车座上 歪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的黑猫 正探其实是在回想 昨天喝醉之后的一些细节 暗叹自己还是太冲动了 正探自己想都没想到 心里会憋了那么多情绪 就因为这样一个契机 全部通过嚎叫释放出来 还好是在夜楼那地方 隔音效果好 也没被其他人知道 不然就出大丑了 除此之外 正探还猜测 卫玲希望自己帮忙的事情 肯定关于那个夜号 夜号还有龙旗 豹子 那样一些人 大概是怎样的出身 正探也能够推测一二 能够支撑其偌大一个夜楼 能够安然无恙地 在那个繁华地带经营 肯定也是有一定力量的 至于卫玲到底 需要自己帮什么忙 正探还没想到 正探正琢磨着 前面开车的卫玲就出声了 黑探呐 你看外面有鸽子 卫玲说道 正探立起身 往窗外看了看 那边有个广场 广场上有几只鸽子 不多 不像电视上那种 一群一群的鸽子 这个时候 也没有谁会去喂鸽子 没什么看透 只是 为什么卫玲会说起鸽子的话题 听说上个世纪的时候 国外有人利用鸽子作为间谍 训练鸽子之后 人们会在这些特殊的鸽子身上 安装一种微型的窃听器 让它们在激光的指引下 飞向要侦察的目的地 比如窗台等地方 这些特殊的鸽子 在停下来后 啄一下窃听器 打开上面的特别开关 然后 原本被装在鸽子身上的窃听器 就会自动脱离鸽子腿 开始窃听任务 而鸽子则已经远走高飞了 说完这话 魏玲心里都嘲笑自己 竟然跟一只猫说这种深奥的话题 而且这话还拐弯抹角的 猫怎么可能听得懂吗 就算这猫聪明 也不会像人那样拐几个弯思考吧 恰好这时候车拾到路口 又遇到红灯 魏玲通过内后视镜 看向后座上的猫 原本以为那猫会和平时一样 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蹲在那里 却没想到 看到的是 那猫正眯着眼睛盯着这边 那眼神里的异味 魏玲心里一领 这是听懂了 真他妈邪乎 虽然师父他老人家说过猫是灵屋这种话 但太灵就有些妖孽了 这样会吓住人的 黑他呢 叶昊那边遇到点小麻烦 也不是不能解决 就是需要的时间长了一点 但是叶昊希望能够尽快将事情解决 所以想在某人家里装个窃厅器 但是那地方人又不好进去 于是就希望你能够帮个忙 怎么样 你听懂了没有 魏玲从内后视镜看向后座 正探打了个哈欠 趴下来 魏玲又道 这样吧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呢 就派一下车座 正探甩动尾巴 拍了下车座靠背 魏玲眼角抽了抽 这你妈还真听懂了 是不是都可以免去训练的过程 直接上阵 这也不是很危险的事情 只是不想打草惊蛇而已 你过去执行任务的话 外面还有我接应 如果出什么事 我保证能够将你带离那里 行不行 正探甩尾巴又拍了一下车座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接这个活 魏玲问 这次正探没有立刻甩尾巴 过了大概半分钟的时间才甩的 这次轮到魏玲诧异了 真听懂了 真的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事 这猫该不会其实什么都没听懂 只是甩甩尾巴逗人玩吧 按照魏玲原来的计划 训练配合等 至少需要一个星期 就是为了让猫知道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怎样去做 可是现在的情况有点出乎魏玲的意料 总之 你先想想吧 后天我再过来接你 这语气并不像是在跟一只猫说话 更像是跟人 而且 谈话太过顺利 以至于魏玲反而担心了 这猫到底是真懂还是假懂 到达楚华大学后 魏玲的车驶进东区大院 正探下车后 又跳回车上 干嘛 魏玲祈祷 正探抬爪子 挠了挠脖子 哦 忘了 说着魏玲从兜里掏出正探的门禁卡 挂正探脖子上 这次正探才跳下车离开 不过没上楼 这时候楼上没人 上去也无聊 大院的草坪那儿 阿黄和警长在晒太阳 旁边趴着圣伯纳犬小花 而阿黄还动着爪子 在小花身上交替踩踏着 正探没功夫去一直注意他们 他现在在思考一些事情 明年这时候 焦爸估计要出国 一出就是至少一年 到时候焦家也没个主心骨 焦远和小柚子他们 要是受人欺负咋办 不能总去指望大院的人 帮多少忙吧 焦爸的朋友们肯定会照应些 但正探希望自己也能尽典力 既然决定留在这里 肯定要表现出自我价值来 真要有谁欺负上门 正当途径又起不了太大作用的话 下黑手之类的事情 还是找叶浩他们更方便 有时候暴力能够更直接地去解决问题 所以叶浩这条线 正探没想放弃 不就是个小任务吗 既然卫玲说没有生命危险 尝试一下又何妨 卫玲离开后 第二天并没有过来 正探有些失望 他都做了一晚上的心理准备 幻想了各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特工画面 结果卫玲一去就没信了 正探还怀疑 是不是卫玲给焦爸焦妈打电话被拒了呢 对于卫玲一连两天都没过来 最高兴的是焦家的人 那天他们在正探回来之后 焦妈立刻将正探带到了小郭那边 做了个身体检查 得到的结果是健康 确切地说 应该是状态非常好 这点焦妈和小郭他哥也不太明白 如果这只猫真的是喝多了酒的话 不至于屁事没有吧 至少也得萎靡一下 或者闹闹脾气什么的 他们并不知道 正探借着这次发酒疯 也将心中憋了很久的闷气 释放出来了 或许他们难以想象 一只猫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障碍 但事实确实是这样没错 对人来说 当心理障碍得不到释放的时候 久而久之便会形成心理疾病 注意力不集中导致的多动症 焦躁症 学习压力大造成的抑郁症 焦虑症 遭遇挫折造成的强迫症 焦躁症等 从十岁的孩童到七十岁的老人 每个年龄段的人 都存在着不同的心理障碍 正探的心理依旧是人的心理 就算为了活下来 而无奈接受变成猫的现实 但心理这关并不是那么容易过的 借发酒风虽然毁形象 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发泄方式 正探不知道自己会依然以猫的形态存在多久 也不知道这种心理障碍 什么时候才会彻底消除 但至少 现在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宣泄方式 不用花一毛钱 就能让自己心里更轻松的法子 嗯 等什么时候再郁闷了 再去夜楼发个酒风 好一好 反正交加的人又看不到 周围的人也看不到 不会知道自己毁形象的那一幕 至于夜号那边的人怎么想 受不受煎熬 这不在正探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是正探昨天回来之后 在树上趴着响了一下午的结论 而另一边张忙着处理手头事情的夜号和龙奇等人 压根不知道自己被赖上了 或者说 他们的地盘被一只猫看上了 这周不用去小锅那边拍广告 也没有卫灵的电话过来 家里没人 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 正探趴在大院的树上 以前一直不知道 大院草坪边上那些灌木是些什么树 现在才知道 那一排种的都是寒啸花 空气中弥漫着悠悠的香味 正探趴在高高的梧桐树上 打了个哈欠 深深懒腰 看着下方草坪上又开始挖洞的牛壮壮 这家伙自打看到撒哈拉刨过一次坑之后 就惦记上草坪了 校园里很多地方都是水泥面 能刨坑的地方只有花坛和草坪那类的地方 而牛壮壮每次被放出来 总会在草坪上找个地方刨一刨 有时候会藏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进去 有时候纯属是为了刨坑 莫非这也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方式 正探不懂 他又不是狗 再说了 他连很多猫的心理都搞不懂 不过猫的心思本就难猜 闲着无聊 正探准备去一趟西家属区那边 好久不见小卓了 话说回来 小卓早已过了预产期 应该已经生完了吧 可是回来到现在都没听焦爸焦妈提起过 看来要弄明白只能自己去找答案了 就像人虫的事情 正探是回来之后去生科楼那边找焦爸的时候 听到那边的学生谈论才知道人虫栽了的 听说人虫与经济学院那边的某个女生 有不正当关系 听说还跟外语学院那边的某韵花有一腿 而人教授原来是有老婆的 他老婆原本在国外 听说出身还不错 大小姐脾气 知道后直接坐飞机来到这边 当着很多人的面抽了人虫几巴掌 还听说人教授涉黑等等事件 各种影响不好的传言在学校疯传 校方原本是想让人虫休假一段时间 等风波过去的 毕竟人虫本身确实有能力 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强制辞退了人虫 很多学生猜测 人虫肯定是得罪了学校某个大人物 不然不会这么干脆的就被辞掉 政探回想了一下 那个总挂着虚伪的 绅士笑意的那张脸 再想想其中听说的一些传言 感觉这其中有 魏林和赵乐等人的手笔 毕竟其他院的那些小八卦 赵乐肯定会熟悉一些 至于强制辞退的事情 应该就是佛业 还有蓝老头等人的作用 凭娇霸没那个能耐 其实 像人虫这种跟学生有意退的事情 很普遍 只是大家不知道 或者知道也没有说出来而已 在国外就更常见了 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就看是谁在背后推动了 政探在想明白的时候 还挺感动 至少自己出了事情 还有这么多人在帮忙 连总绷着一张脸的佛业都帮忙了 不过 佛业帮忙应该大部分是小卓的原因 不枉自己送一长酒叶草啊 政探一边往西家属大院那边走 一边想着现在小卓的情况 走进西家属区的院门 政探就感觉自己被盯上了 不是人的视线 是其他猫的视线 抬头看向一棵树 树上趴着一只虎斑猫 跟阿黄挺像 但个头比阿黄稍微大一些 那猫趴在树枝上 看着政探这边 隔这么远 政探就能感觉到这只猫的敌意 甩甩尾巴 政探懒得去理会它 继续往大院里面走 沿途政探遇到了好几只猫 以前过来的时候 那些猫还没长大 现在个头起来了 西家属区的猫也不少 就是不知道警长跟他们干过价没有 来到小卓住的那栋高楼 政探在门口守了一会儿 等到有人进去的时候 才从门禁那里挤进去 还是和以前一样 政探选择的爬楼梯 坐电梯的话又会被人围观 跟看稀罕事物一样看它 那种眼神政探不喜欢 所以为了避免那些麻烦 政探还是觉得爬楼梯来得省心 一口气冲到六楼 政探来到六零六的门口 支着耳朵听了听 没听到什么 还是跳起来按门铃 不知道那个保姆还在不在 估计自己又得被嫌弃了 等了几分钟 里面依然没有动静 政探奇怪了 跳起来又按了几次门铃 还是没人来开门 难道生完孩子还在医院住院 政探对于女人的那些事不太了解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蹲在门口又等了十分钟 还是没人来开门 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会儿 也没听到屋里有其他动静 算了 回去吧 政探也不准备再等 看这样子 他是等不来人开门了 转身离开 但刚走了几步 路过电梯那里的时候 电梯开了 政探瞧了一眼 没看到小卓 倒是看到许久不见的佛爷 黑探 电梯里的人问道 佛爷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看上去有些疲惫 政探还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这位物理学院的铁血人物 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和这位佛爷相处 他又不会给自己拿小零食 估计也不会准许自己跑到椅子上睡觉 听说这类人很多都有强迫症或者洁癖等 听说而已 不曾亲见 政探只是平时在校园里溜弯的时候听那些学生说的 至于这其中有多少真实性就不得而知了 你来看小卓的吧 佛爷问道 政探尾巴尖动了动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佛爷也没等政探回答 看看手腕上的表 转身进电梯 对外面的政探招招手 进来吧 一起下去 政探站在原地想着想 还是抬脚走进去了 电梯往下降的时候 政探感觉这里面的气氛有点诡异 太过严肃了 有些紧张 以后还是爬楼梯吧 空间宽敞些 心里也舒服些 原本政探以为佛爷只是将自己送出楼就行了的 结果出了门禁之后 佛爷也并没有要返回楼里的意思 听小卓说 你听得懂话 咱们走走吧 说着 佛爷就抬脚往西区侧门出大院的方向走去 政探愣了愣 有些搞不懂佛爷的意思 不过还是抬脚跟上 西区家属大院侧门守门的门卫刚打了个电话 跟人聊了很久 午觉都没睡 有些累了 伸展手臂打了个哈欠 嘴巴正张大着 就看到往这边走的佛爷 哈欠没打完 强行终止 门卫赶紧坐好 一本正经的样子 让自己看上去很精神 很敬业 在这里守门的人 心里都有一杆称 哪些人好说话 哪些人招惹不起 都知道 不然这工作就别干了 而佛爷就是他们招惹不起的人物 谁都知道佛爷的身份 也知道佛爷这人说话半是有自己的一套 甭想着对他拍马屁拉关系 不过 今天门卫心里奇怪 佛爷最近也只是来这边睡个午觉 或者忙过点之后来这边休息一下的 今天这也不像是睡过午觉的样子 而且 大名鼎鼎的佛爷旁边居然还跟着一只猫 佛爷喜欢猫吗 还真没听人说过 不过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对于那些想知道佛爷喜好的人 门卫琢磨着是不是卖点消息出去 正探跟着佛爷往外走 西区家属大院出去就接近西校门 来往的人也比较多 好的是 佛爷并没有要出校的意思 转了个弯 就沿着一条小道往校园里走去 虽然现在确实是往校园里面走的 但一西大院的门 来往认识佛爷的人也多 正探不知道被多少人行过注目里 还有一些人在身后小声议论 是不是佛爷家的猫 佛爷怎么有心情出来遛猫等等话题 如果是想避开这些人不被这么多人注意 其实很简单 从西大院另一个门 沿着相对冷清的十子路走就行了 并不需要往靠校门的这边走 正探搞不懂佛爷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告诉别人这猫其实是有后台的 而且后台还是楚华大学鼎鼎有名的佛爷他老人家 正探一边跟着佛爷往校园里走 一边琢磨着这位大人物的心思 同时 正探也好奇 刚才过去那边没见到小卓 难道小卓搬家了 这房子确实是佛爷的没错 但佛爷既然给小卓住 万万没有现在就收回去的道理 何况小卓还是佛爷很看重的学生 不得不说 佛爷他老人家的气场确实强 正探跟在旁边就一直感觉紧绷绷的 真是可怜了物理学院那边经常会碰到佛爷的学生 佛爷也并没有一直走 在一条比较安静的小道旁边的长木椅上坐下 拍拍长木椅旁边的位置 看向正探 示意他可以坐在那里 正探跳上木椅 坐在佛爷旁边表示压力很大 可见那些每天都要和佛爷共事的老师们要承受的心理压力 一定比其他老师的大 佛爷坐下后也不说话 就这样看着前方的树林 正探研究了一下 那片树林也没什么特别的 在楚华大学内很多这样的小树林 看佛爷这样子 其实是在想心事 正探突然觉得像蓝落头那种也还好 脾气虽然古怪了些 但至少有什么就说什么 让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也能够有个应对之法 不过 正探现在也庆幸自己现在只是一只猫 就当什么事都不懂算了 也没人会让你打破僵化的气氛找话题 他需要是我们的放弃 我只是要管理 你在哪里 ..... 我只是要管理